莫回朝安,欢迎来到内台,我是蓝虎 咱们继续来看一个要求的一个单挑 观察方是卫红风的一个大堂 对来方是一个武装怪 哎呦,这把卫红风的一个大堂 变得是一个高级连击的一个卡片 地狱战神是吧 这样的话,带连击的话 是会掉自己的一个攻击的 对来方是一个比较强势的一个武装 在单挑中也是非常的强 咱们来看一看双方会打出一个什么样激烈的一个比赛 卫红风都很熟悉吧 是吧,单挑大堂技术流的一个代表 说句不太好听 之前的大堂打PK是吧 狗都不玩的一个门派 自同卫红风是吧 打了几场经典的PK 确实现在大堂在单挑戒也是有一席之地的 是但也不能这样 破坏的 好 那种 这个正就是 这个正是 一种 可能 是 是 可 还是 怪党方的宝宝也是把对面的虚拟清掉 其实魏红风的一个大唐他的一个打法怎么说呢 不是很侧重一个自己的一个伤害 对他而言这个伤害够用就行 主要的话还是得站得住 即使他打这种这种模式的一个单挑不是很占优势的 因为他的一个硬件 他的一个宝宝的一个综合能力并不是很强 直接一把大宝剑把对面的一个子女给打飞 确实现在反反的一个子女太强势 可以看到观察方的一个大唐完全是用一个技术在压着对面打 确实大唐打武装的话不是很好打 确实当前版本一个武装的一个能力确实太强 好 对面直接出了一把一拳超人 打了9000 观战方起了一把干将 干将的话不仅可以提高伤害 而且可以无视自己的一个气血进行一把横扫 而且就是说干将还可以增加自己的一个封印的一个抗性 可以说是一个现在也是一个综合能力非常强的一个法宝 现在双方也是打的有来有回 对战方想要拿下观战方确实不是很容易 因为对战方现在手里的话就剩下一只宝宝了 现在场上三只手里还剩下一只 反光观战方这边并强马撞 哎哟 老是打不中呀 啊 啊 啊 嗯 可以看到观众方一直被对面的一个武装控制住 而且可以明显的感觉到观众方带的一个武龙丹不是很充足 对象方直接来了一把真羊令奇 确实现在武装这个版本这么强势 很大的程度上是归功于这个真羊令奇的一个存在 观众方的一个虚拟有点危险直接飞掉 这样的话观众方有点难受呀 因为观众方速度是没有对象方快的 对象方封的也是非常的准 有点被对面拿捏了 这样的话对象方应该是可以选择直接出这种杀人的一个宝王 观众方继续召唤 哎呦但是人物出不了手呀 单单靠这种宝宝的话输出非常有限啊 你假设能够拉出一只杀人的一个宝宝 但是很容易被对面激活 而且观众方的一个子女也是被对面的一个外星人给控制住了 好在宝宝还是神了 哎呦这样打下去的话对观众方十分的不利 观众方现在选择的一个打法还是带轻宝宝 哎呦对战方打的也是说实话 有点非常的猥琐 对面打法也是非常谨慎啊 应该也是知道卫红锋打PK也是比较的厉害 也是打的比较稳健 是吧能锋我就尽量的去封你 感觉观众方带的一个五龙带也不是很充足足 有点被对面拿捏是吧 对面还放了一把金青是吧 这把金青怎么说呢是吧 侮辱性极强 观众方现在无奈呀 只能就是说丢一丢铃铛 好 这样的话观战方应该 根据我个人对场上的一个看法 观战方的话应该很难打 触发了一把漫天 把对面的一个宝宝清掉 这样的话是打回了一点局势 但是观战方总体而言还是十分的艰难 因为对面场上是存在一个受魂锥的一个宝宝 是可以完美的控制观战方的一个宝宝的 感觉观战方必须得继续横扫 拿下对面的一个宝宝 关键时刻观战方的一个子女还是逃跑了 这样的话对观战方而言十分的不利 关键时刻逃跑是吧 如果这个子女没有逃跑的话 是吧观战方还是非常有机会的 但是随你逃跑的话怎么说呢 对观战方的一个局势影响非常大 对面一把战蝶 哎呦这样的话对面的一个童子 是吧 清击爆棚 就是想杀人 这样的话观战方应该是输了 因为观战方手里没有能够拿得出手的一个宝宝 现在场上存在的这个豹子应该也是一个配素 现在就是说只能期望着把对面的一个童子给咬走 对面的一个童子跑掉 这样的话队战方手里也是没有宝宝的 观战方现在手里也是没有宝宝 这样的话双方就是进行一个 嗯怎么说呢 就是进行一个刺刀战了 咱们把调快一点看一看 现在双方对方肯定也是会 打起来也是非常的划杀 还有观战方开始憋这种巨剑 两把巨剑一甩 这样的话光战方应该是没有巨剑了呀 开始起干将 双方现在是互丢特技 哎呦而且对面一直就是说一直在封印着 这样的话观战方只能就是说 进入被动挨打的一个局面 难道说就是因为这样输了吗 这样输的话观战方输得太别去了呀 一把战敌 哎呦 直接输下比赛 这一把战敌的一把战敌